这是一个凶暗频发的小镇 受害人的死法都很残忍 其中一个男性尸体 上见多识广的法医都感到震惊 他的整个脊椎都被切除 老马刚刚被调人到这家女子学校 任教第一天 开学典礼十分热闹 长相甜美可人的学生 邮轮卡送上一束百合 他的母亲也是相当美艳动人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新老师老马 这个瞬间被女儿成功捕捉到 美女总是能带给男人好心情 老马来到班级开始点名 可当她叫到索尼亚的名字时 班里的气氛一下就开始变得压抑 学生们的眼神很明显地不友善 邮轮卡拾起掉在地上的铅笔 冷冷地回答 在放学时 跟随老马一同转学到这里的女儿 险些遭到一条大狼狗的袭击 第二天上课时 发现操场上有三个女生 正在围欧一个学生 老马赶紧跑出去制止 当她来到操场 已经没人 在洗漱间找到了被欺负的女孩 她上前询问 小女孩却表情十分倔强地 不愿意跟她说任何事 在餐厅三个欺负同学的女生 看见老马也丝毫不畏惧 并且对她发出诡异的嘲笑 而女儿对新班级的印象 却用血染的大地语词来形容 老马顿时感觉这所学校的怪异 当天晚上 她就梦到了那个在学校跳楼的学生 索尼亚 惊醒之后 她决定要调查一下这件事 在精神病院找到了索尼亚的妈妈 当得知她是女儿学校的老师时 让她瞬间想起当年女儿出事时的情景 情绪瞬间崩溃 几名医生强行把她带走 老马除了确定索尼亚的妈妈 已经精神失常外 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可是索尼亚却一直出现在她的梦里 让她每一个夜晚 都不能安心的入睡 周末女儿与尤伦卡约好去公园喂食松鼠 老马陪同而来 遇到了尤伦卡的美女妈妈 尤伦卡看得出 妈妈对她的老师很有好感 她的眼中也浮现出满意的神情 可老马看到爱人的短信 就马上带着女儿离开 看着老马的背影 尤伦卡的妈妈眼神里充满了不舍 而尤伦卡的眼神里却变得冰冷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松鼠 已经被摔在地上奄奄一息 第二天 老马来到班级得知尤伦卡没来上学 她很快来到她家 这是出于对学生的关怀吗 见到尤伦卡的妈妈得知 她只是去了奶奶家 但是老马却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参观起了房间 老马转身的瞬间 撞到了尤伦卡的妈妈 鱼缸掉在地上突然的碎裂声 却激发了两个人的激情 老马突然扑了上去 干柴烈火 激情燃烧 接下来的画面很美 不可描述 自行脑补 所以结论是 老马前来并不是出于对学生的关怀 完事之后 老马扔下一句 我们都是成年人 言外之一就是 千万别把这当回事 鉴定完毕 渣男一眉 当老马离开时 尤伦卡却在阴暗的角落里注视着她 在学校的马术表演课上 拥有一副天使面容的尤伦卡 是一个女生将马掌钉放在马鞍里 这导致表演的女生从马上跌了下来 险些丧命 而看台上的尤伦卡 却在冷冷的微笑 老马心里很清楚 是尤伦卡所为 从医院回来 十分愤怒地质问她 老马跟着来到楼梯间 给尤伦卡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向大家说明干的坏事 要么由她来说 而尤伦卡却只给了她一个选择 就是对妈妈负责 做她的爸爸 老马顿时怒气全消 蹩脚地找着借口 尤伦卡发现她根本不想负责 冷冷地宣布 战争开始 正在睡梦中的老马 被从窗外扔进来的燃烧品惊醒 瞬间房间里燃起大火 还好反应够快 带着妻子和女儿快速逃离 第二天 她又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被突然出现的狼狗 严重咬伤 此时的老马悔恨不已 她需要跟尤伦卡谈谈 彻底解决这件事 尤伦卡非常伤心地哀求老马 做自己的爸爸 老马很坚决地一把推开她 对着她愤怒地咆哮着 告诉她 这是不可能的 尤伦卡马上又改变了面孔 得意地拿出内衣 接着高声大喊 老马被以猥亵学生的罪名抓了起来 几个同学都出面作证 但是由于他们的证词漏洞很多 老马最终被释放 但却也身败名裂 当她回到家中时 妻子与女儿已经不知所踪 房间里挂买了 她与尤伦卡妈妈的照片 此时她真的悔恨不已 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她被人鸣晕 当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树上 尤伦卡告诉她 并不是第一个爸爸候选人 最近的是一个画家 同样经受不住她妈妈的美色 却不想负责 死去的学生索尼亚的妈妈 是外科医生 尤伦卡逼迫她偷出麻醉药 麻烦了画家 将她推进了河里 而索尼亚 当然也是她为了灭口 从教学楼推了下去 说完 她用胶带封住了老马的嘴 因为被她欺骗精神失常的 索尼亚的妈妈来了 尤伦卡告诉她 老马是害死她女儿的凶手 她是来做手术的 大城市来的老马 不知道小镇的水有多深 最终下场 十分凄惨 就是影片开头那句 丢了脊柱的男尸 尤伦卡又蛊惑索尼亚的妈妈 告诉她 该去陪女儿了 她还非常激动地亲吻了 尤伦卡的手 躺在床上 对自己扣碰了扳机 尤伦卡则成为了精神病杀害老师 又自尽的目击者 法医对这么小的孩子 经历这么残忍的事情过来安慰 她只是看了一眼尤伦卡的妈妈 再要离开的瞬间 却被拉住